接下来跟各位谈的就是所谓的新能源 我们说台湾政府希望发展绿能 这个绿能者就是新能源 也就是再生能源 因为非再生能源一定会使用殆尽 所以我们希望有再生能源 可以有趣的利用 那我们要谈的东西有 第一个是太阳能 太阳能可以直接用 直接用太阳 比如说晒衣服 就直接用太阳 直接用 然后呢 在研发也是 或者是我们以前教过的太阳 反射太阳光 然后呢 傲面镜集中 然后呢去找到太阳光 就直接用太阳 现在大部分用的是所谓的太阳电子 我这里边所显示的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方式 现在有人在想进各种不同的方法 用不同的方式去利用太阳能 我们并没有教我们看的是传统的 就是有个太阳电子 然后来做 然后把它转换成电能 或者其他的能量 靠着一些反应 然后呢 把能量储存起来 就是太阳能 太阳能它有一家的优点 第一个呢 它叫做干净 这个干净指的是纯粹用太阳能的部分 可是我们的太阳能 它现在主要是用所谓的太阳电子 这个太阳电子是半导体 半导体工业本身是一个污染性很大的工业 所以如果你把它的前端 那个电子本身的制造算进去 它没有那么干净 它没有那么干净 所以看你要怎么看这个问题 取之不进 只要太阳还存在就可以用太阳 太阳基本上估计在活五十亿年 所以五十亿年之内你都可以用 没有问题 然后安全性高 不会炸掉 不会蹦掉 不会烧起来 所以安全性很高 那缺点呢 太阳能电子成本高 这件事现在也不存在 拜中国大陆之势 现在太阳电子变得比较便宜很多了 很便宜了 所以德国在努力的运用太阳能跟风力在发电 他们在做他们的绿能 但是后面就还存在转换效率不高 然后我吸收很多放出很少的静跟素之间差距很大 转换效率不高 然后会受到天气跟夜间没有阳光影响 晚上没有太阳就没有太阳能发电 天气也会有影响 像我们北台湾的冬天常常夏日 就不太能够利用太阳能 然后也需要很大的利用机去照射 另外一个是我个人的想法 就纯粹是我个人的想法 现在觉得太阳能很OK 没问题 这是因为用的不多 假设全台北市家家户户 每个楼顶上都是太阳能电子 这个阳光本来照下来是要到地面 然后加热地球干嘛干嘛的 结果全会被你拦截掉了 我觉得一定会出别的事情 我觉得我人要不要想得太美好 不要想得太美好 大自然的整个环境 有它自己的规律 我们把它破坏掉之后 一定有些问题 下一个风力 也是我们主要在发展的 古人就用过风力了 用风车去用水啊 用风车去磨谷啊 这古人就有过 我们在 特别在里看过 这个外国的风车的样子 那现在呢 就风车就是像这样 好讲的 我们教你的都是传统的 这也是传统的 传统的奔饰方式 那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发展新的风力发电 比如说没有这种风扇 没有风扇的风力发电 好 反正就是它转一转 然后呢就有电 然后就能引起来 就是风力 风力的状况 风力发电它的优点是 它不会有空气污染 它不会产生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或渣渣飞 或这些东西都不会有 都不会有 好 我有空气污染的问题 它也不需要加热 所以会很安全 不会爆炸 不会燃烧 不会爆炸 不会燃烧 这些事情都不会有 都不会有 OK 但是它缺粘 它会受到地点跟风力不稳定的限制 它必须要风力够强 但是也不可以太强 太强就反而会 让这个风扇旋转的时候 会造成问题 会烧掉 会不好 所以台风来的时候 反而不能够用 风力发电板要把它关起来 不能动 地点限制 风要够多 够强才可以 然后装设层门很高 装设层门很高 另外就是一个叫噪音 噪音 我还看过有人说会加速 突然侵蚀就不讲 就是有点怪怪的 噪音 就是它转的时候 会有一个低频的声音 低频的噪音 所以有人抗议 说你然后很吵 很吵 然后现在有人在做 所谓的离岸风力发电 把它盖在海上 盖在海上 基本上就没有噪音问题 因为就吵不到人了 所以你们知道 但是 会有加速度会更高 另外呢 会有风浪侵蚀 然后暴风雨侵蚀的问题 噪音 另外一个这里面 也喜欢就是会伤害到鸟 BIRD 所以说它会伤害到鸟类 我也不太懂为什么这么大一个风扇 可能又不快 然后会把鸟类打到它 我不晓得我都太知道了 反正 它就是说 出来就会伤害到鸟类 所以它也有 它不是那么的环保好了 不是那么的符合生态 还有会伤害脑类 一个是噪音 一个是鸟类的伤害 这是两个问题 OK 下一个就是地热 地底下有岩浆啊 有什么瓦钩啊 所以它就加这种地热 这个地热会加热地下 就变成温泉 然后呢 还有些蒸汽啊 可以拿来做发电之类的 这个发电之类的 优点就是储存量很丰富 我们有教授啊 写文章啊 说台湾地热有多少多少啊 可以抵得过多少座的 核能发电厂啊 如果你好好的用呢 就会很棒棒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地热就很丰富 而且它的成本很低 它如果你发电 它的单位成本比核能发电 或者是用那个烧煤啊 那个烧煤的都要低 而且建材很简单 很容易建材 所以它很优点 那它缺点 它论一样热效率低 基本上目前这些 再生能源啊 太阳能啊 风力啊这些的 缺点都差不多 就是都要说热效率低 转换效率差 转效率差 再来就是它有一些锅够 会堵住会塞住 宜兰清水那里 以前就有个简单的 地热发电槽 它就废弃掉了 因为全部都塞住 全部都塞住 就把它废弃掉了 没有了 会塞掉 还有一些东西 温泉有所谓的硫磺泉 跟碳酸泉 碳酸泉没有味道 硫磺泉就有味道 硫化氫之类的 所以会有所谓的硫化物 硫化物这些东西 会有一些污染的问题 这是有关于地热的部分 就是号称我们台湾地热 蕴藏丰富 底的座多少是核能发电厂 但是要盖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现在我们有在清水那些地方 在持续的看看地热 希望能够发展地热 然后呢 你书上告诉你说 有所谓的浅沉一点的地热 跟深沉一点的地热 这我们也没有这样说 反正你就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大概了解就够了 OK吗 OK